咱俩后天走的那天中午在这吃一碗 你会唱这歌啊 那我能说啥啊 那你不觉得 挺好的 你昨天吃那东西消化了吗 我晚上又没再吃 这好多好多了 然后晚上喝点茶也感觉还行 就算回肠吃恶心了 不要再提肠行吗 你提肠我今天就觉得脑子里面有 无数小眼睛晕晕了 对吃甜末和那个 甜末说实话 那我现在还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可能只有阿比鲁知道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那我们就是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吃东西 说是济南著名的早点 一般吧 这种什么名食都得是什么老太啊 老爹啊 或者是什么 大哥 大哥 二哥烧饼什么 对对对 控制是什么 然后咱们昨天吃的那是盐府 就是或者是你看谁家 什么什么 盐府 陈府 外婆家 对 反正总之就是 他得让你感觉上是挺高端的 还得有一种 他有稍微有那么一丢丢丢 结果他妈结账的时候 他就不跟我称兄道弟了 昨天咱俩不总结了吗 那个山东菜是高油高盐高糖 我发现那个烧烤 他那个肉啊 还有那个赤啊什么之类的 他就有点像是卤过的 就不是卤过的 就是 腌过 腌过就是喂过 就是做菜嘛 就说喂过就是比如说拿什么料 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就是那种浸泡过的 对 他就是比较进滋味 但是他又 因为可能放的时间很长嘛 但吃这反正肉味差点啊 挺咸的 嗯 那我和UP主早早的起来了之后 然后骑着我们的青鱼小丹蚩 然后来到了这儿 哎 这块是美食广场 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准备要吃这个黄老太烧饼 哎黄老太烧饼不是白沫吗 甜沫吗 甜沫是别人家 说对面 他原来说是在街上买 然后后来都规范了 对 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都都都进到这个广场里面了 刚才有大爷问我们录呢 嗯 然后UP主早早的就起来了 告诉我说会排队 结果到这儿了空无一人 我起来我脑子都疼 可能下雨会儿没到点 行了为了美食也值了 来吧 对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还在对面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 这些马子坐着 来两个 来两个 还有一个吗 这是黄老太烧饼 我现在再换个点 我起这么早来 来一个吗 来一个吗 不过他这肉体 多的是 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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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肉是挺多是吧 对 十个钱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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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就算是正宗的这个 这个 要一个 一万 对我要的是一个 你肯定喝点 你肯定喝完 一万 少马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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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给你多尝了点 应该是这意思吧 是啊 对 隔壁家的这个 又多给了点 悠导 悠导 不好意思 哎 啊 啊 不知道什么叫甜莫啊 我尝一口吧 这里面是粥啊 还是粥 不是粥 就是像糊糊似的 就是默默吧 人家这不叫默默吗 这个味道你猜 这个味道你猜 啊 有点像是浑汤面条那个汤 浑汤面条的汤 对 特别香 就有一股呛锅子味道 嗯 嗯 好吃 他这个我看着像啥你知道 看着像 小米粥里头放的一些菜和这个花生 你吃吧 就是特别跟我形容的很像很像 就是那个浑汤面条 握鸡蛋那种浑汤面条 就是说这里头没有那个小米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是小米 就是什么嘛 就是米糊糊 米糊 对 可以理解为米糊糊 嗯 是我说的那味吧 对 哎 你形容挺到位的 就是 就是 就是糊状物 但是 就是那个浑汤面条 吃起来我觉得没啥味 怎么没有味呢 但是这完全不甜的 这个 这个啥叫甜沫 它叫甜沫 但是它也不吃甜的 它里面再放着一个豆 它这个豆 它不是花生 就是大豆 花生 不是花生 是花生 有花生 有豆 我以为 这个是花生 这个是豆 嗯 然后里面有这个菜叶和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还有干豆腐 干豆腐 咱们七个是黄小泰的 对啊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黄老泰 对 可能是闺女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尝尝 哇 不是 这个是十块钱一个 十块钱一个 你们那个肉啊 特别多 不是挺多 这个 对 我说我想那个 八点起来再过来吃早餐 然后UP主说 那你八点排就也排到十点 你要排两个小时 你还吃不吃了 嗯 想也是 那就早起吧 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吃 一直在喝甜味呢 就是因为 它这个真的是新鲜出锅的 超级烫手 哇 我都有点没办法下嘴 是不是好烫 真的好烫 嗯 就是跟那个肉夹馍的味儿很像 但是你知道它这个烧饼 烧饼更好吃 烧饼太好了 烧饼比肉好吃 就薄薄脆脆的 然后咬到嘴里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家里其实卖牛肉的肉夹馍 也是十块钱有个 家里那是啥呀 咱们那不馋着玩 坐得不对对 那个饼不行 它这个饼太好了 主要我跟你说 决胜就剩在这个饼上 估计它们每个摊位都有这种忠实的粉丝 嗯 是吧 来了以后专门吃呢 对 就像我们这种可能是慕名而来 肯定就是固定的一家来餐 好吃 真的我特别喜欢这种 脆脆脆的 真的好脆 我是不是也好吃 我试试这样 这不客气是面鞋啊 这两个饼中间放那个肉之后 就超级厚 然后你要把饼扎得好大好大 刚才我感觉到有点趁着 趁着这个块饼 就扎得好大 然后才能饼 它这个饼确实好 是不是 它饼确实好 饼确实很香 很香 很香 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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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饼根量也很足 10块钱一个小饼 的那个量确实是 非常多 真爱 这个饼 看这个饼 一共三个盘的一个桿 做面 一个露饼 现在就已经一个就是特别那啥的流程了 一个在这切往里剩 一个装袋 基本上大家现在的流程就是 进来之后一个黄小泰的烧饼 买完烧饼之后呢 上德际餐来一碗甜果 或者上那个旁边的地方 来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 豆腐脑 配着吃 绝了 大家基本上都是来这儿 先来一个黄小泰烧饼 拎着烧饼上隔壁家吃一个甜末 或者是 豆腐脑 来一个碗豆腐脑之类的配着吃 但是早餐确实是 你就吃一个这个 那个烧饼的话 基本上饱了 而且 量真的给的肉的量也很足 不是我跟你说到一个城市里面 我跟你说早餐这个东西是 非常帅的 就感觉一下就拉近了你和当地人之间的距离 对 非常有感觉 就一下就能进入到他们的世界里面 它这个西关黄小泰 我觉得好像也是那个肉夹馍的那种吧 对 它就应该是叫肉夹馍 对 除了它这个饼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因为味道里面 其实馅那个味道和肉夹馍的感觉 这馅其实差不太多 但是只不过它量大 对 量挺大 然后 下回来 拿三块钱买两张饼 卖三块饼吗 不行 您就是肉饼 应该不卖 您说你要吃饼可以 你把十块钱买了以后 你把肉摔了 你把命的流转 你我都无法停留 走在满满人生路 点点滴滴都幸福 为爱勇敢付出 失败从不在乎 哪怕我一生孤独 回头看看来世路 对你做我都满足 就算起起落落